翻到底了 如果儿童剧团演出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热闹精彩的剧情 吸引台下亲子朋友们看得目不转睛 这是由基隆市文化局主办的 《基隆乐夏天》 山海艺术节第一场大型展演活动 吸引许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来到国门广场看表演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与亲子同乐 施议员陈怡也带着女儿一起到场看演出 五果剧团是全国知名的儿童剧团 由家喻户晓的水果奶奶赵志强团长 于2000年创立 希望能够带给很多的孩子们 一个非常快乐的体验 每次看到香香就很开心 很可爱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非常的开心 2023年山海艺术节 今年有很多精彩的活动 我们也邀请了剧团 我喜欢做很可爱的表演 大野狼与小红帽以前都是小孩最喜欢的活动 以前他只要听到大野狼这三个字 他就可以开始尖叫 真的吗 所以这真的很开心 那我想就是有更多孩子们喜欢的元素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 啊嗚 再来一次 嘿嘿嘿嘿嘿嘿 那我们未来也会希望在这个市区港区这边 带来更多孩子们欢乐的元素 我一直很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港警儿童乐园的所在地 那至于明年到底我们可以带来什么怎么样子的亲子的活动 跟啊让孩子们开心的元素责任都在江局长身上 不要找我找他就对了 所以你有压力哦 不关系我们一起努力 再加上议会的支持 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把这个环境打造的更好玩 更有爱 打炸基隆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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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市警局打炸基隆队也到现场宣导防诈骗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团队将努力营造 让亲子开心同乐的设施与活动 增进亲子间的甜蜜关系 文化局长江婷梅说 像这样的大型艺术展演还有两场 8月20日福尔摩沙马戏团在海科馆碧水巷广场演出 8月27日是狂美交响乐团和台湾科技团 在地内15号公园演出 欢迎市民朋友不要错过 记者黄德升陈淑平 基隆报道